注意看 这是发生在辽宁葫芦岛一户人家当中的惊险一幕 家里的水泵坏了 爸爸在一旁修水泵 井口只用袋子盖了起来 三岁的女儿非常好奇 不料一脚踩空落入井里 爸爸健壮是毫不犹豫的也跳了下去 井水深不可测 再加上井下空气稀薄 可以想象父女俩在井下九死一生 妈妈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吓得也是魂不守舍 这该如何是好呢 慌乱当中她找到了一根绳子 立马往里面扔了进去 可是此时此刻 妈妈的心在滴血呀 两个亲人就这样瞬间的掉入井里 生死难料 她边哭边喊 让丈夫接着绳子 可是井下一点回音都没有 而且绳子又太短了 妈妈心想 即使老公抓到了绳子 也拉不上来他们父女俩呀 她着急的直跺脚 赶忙又拿起手机打起了救援电话 可是心想等救援队过来 恐怕已经是来不及了 于是妈妈就飞奔了过去 喊邻居过来帮忙 看到这一幕啊 真的是太揪心了 妈妈气不成声 边哭边喊 快救救我的孩子吧 她掉到井里去了 正在附近干活的邻居呢 听到了呼喊声 就快马家边的赶了过来 真的是远亲不如近邻啊 看到邻居们飞奔过来的样子真的是太帅了 是他们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让我们看到了人间温暖和人间真情 这难道不就是我们所希望的那种 邻里之间互帮互助 和睦相处的关系吗 众人石柴火焰高啊 看着大家紧锣密鼓的去开展行动 妈妈呢 虽然稳定了情绪 但是见不到父女俩上来 她的心是一刻也没有松懈过 大娘走上前去 赶紧的去安慰了孩子的妈妈 有大家在啊 就不要怕 父女俩一定会被救上来的 那听到这样暖心的话 孩子妈妈不禁是山然泪下 有这么好的邻居真的是太幸运了 几名男子趴在井头 一边下着绳子 一边喊着话 让孩子爸爸把绳子绑在孩子身上 不难想象再狭小的井中 伸腿伸胳膊都费劲 再加上缺氧 父女俩要经过多大的考验啊 大家没有放弃 虽然累的已经是满头大汗了 但是众志成成 不把父女俩救上来是绝不罢休 妈妈在旁边手足无措 只能是默默的祈祷 她的丈夫和孩子平平安安 皇天不负有心人 在大家齐心协力的救助之下 他们把小女孩拉了上来 所幸孩子只是受了皮外伤 并无大碍 妈妈抱着女儿 不禁的失声痛哭起来 不一会儿 爸爸也被救上来了 看到这样的一幕真的是太暖心了 是他们让我们看到了人间的真情和温暖 那边在感觉中 我可以找到老大 他在感觉中和7分钟 女孩们大概性感觉中和7分钟